基督徒如何控制怒气? 情绪激动的人可能暴躁一怒,爱发脾气。 脾气不好,没有耐心,无法正确疏导怒气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。 有成语说,怒火中烧,怒气就如火。 火是被人类所利用的所有自然现象中最有用的一种。 但火一旦超出其正常范围成为失控的火,没有什么比之更加危险的。 虽然火本身并非邪恶的,但无法控制时会变得致命。 同样的,愤怒本身不是坏的,但失控的愤怒可以是致命的,它可以破坏伤害它周围的所有一切。 实际上,愤怒就像是一辆车椅表盘上的红色警示灯,是一个信号告诉你,有什么事情出错了。 警示灯的目的是驱使你行动。 让你停下来评估是什么出问题了,接着采取合适的措施解决问题。 圣经说,生气却不要犯罪。 你表达愤怒的方式会决定是否犯罪,千万不要让愤怒的火花成为炙热的火,还威胁到你周围的人。 以下和你分享六个帮助你控制怒气的原则及相关经文。 1. 不轻易发怒 如果你是容易发怒的人,这种性情需要祈求神的改变。 我们的神是有怜悯,有恩典,不轻易发怒,有丰盛慈爱的神。 不轻易发怒的,大有聪明,性情暴躁的,大显欲望。 真言十四章二十九节 人有见识,就不轻易发怒,宽恕人的过失,便是自己的荣耀。 真言十九章十一节 2. 慢慢地动怒 先听完别人的诉说,之后多沟通交流,多聆听和沟通,怒气可能就消了。 我亲爱的弟兄们,这是你们所知道的,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,慢慢地说,慢慢地动怒,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 雅各书一章,十九至二十节 3. 以祷告取代愤怒 随时随处祷告,把愤怒带到主面前,主必赐你的心得宁静安稳,挪去怒气。 我愿男人无愤怒,无争论,举起圣洁的手,随处祷告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4. 弃绝愤怒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弃绝对人的愤怒,恼恨,恶毒。而有讨神喜悦,体贴神的心意。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,以及恼恨,愤怒,恶毒,毁谤,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 哥罗西书三章八节 5. 不要含怒过夜 怒气要解决,不能拖着或逃避,不要带怒过夜。 长期怒气积累就成了苦毒和恨,这是魔鬼的计谋。 生气却不要犯罪,不可含怒到日落,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 以福所书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。 6. 宁愿让步,交托神,听凭主怒。 交托给神,让神按祂的公义为你做主,以善圣恶是超越的生命见证。 亲爱的弟兄,不要自己申冤,宁可让步,听凭主怒。 因为经上记着,主说,申冤在我,我必报应。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。